问,据媒体报道,美对台出售总额约3.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,包括战机装备配件及相关支持系统。 请问中国军队对此有何评论? 答,9月25日,美国政府通知国会,决定向台湾出售总额约3.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,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,向美邦提出严正交涉。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,我们坚决反对美兽台武器,美方刑警严重,违反一个中国原则,和中美三个联合共法规定,干涉中国内政,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,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。 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得取心意志坚定不宜。 我们强烈要求美方可守一个中国原则,和中美三个联合共法规定,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,停止收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。 一年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,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